在经济部跟日系业者喝咖啡之后 马自达台湾的总代理宣布要降价了 受到了日元走扁的影响 即日开始呢 马自达2356等等车系各调降新台币1万到4万元 全车系平均降幅超过了3% 这也创下了国内车谈经20年来 首次有品牌全面性降价的记录 另外速罢路也传出要调降的消息 但是其他的日系车还站不跟进 听到了马自达降价 消费者都说运气好赚到了 现在就是什么都涨的一个年代 然后最近就是大家都涨价 然后马自达就是率先降价 然后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兴趣 会列入考虑啦 其实会增加购买的意愿 因为其实本来就蛮喜欢这一台 那有再降价会觉得是更好的 为了反映日币降价 马自达率先降 马自达6尊贵型降4万 马自达3尊贵型降4万 马自达5降3万6 马自达2降2万 而马自达5 7人坐则是降1万 平均降幅达到了3% 但是厂商强调 央行如果持续策略性的操作台币 对应贬值的话 他们不排除调回原来的售价 如果日币这个短期内突然又反过来走强上扬了 或者是台币继续的贬值的话 我们也不排除会调回原来的售价 至于其他的日系车 包括了Mitsubishi Nissan Toyota 还有Honda 目前正在研究降价的时间点 至于降幅是否也会达到3% 各家业者待还有不同的考量 近期之内会公布